台湾20万笔护证资料外泄 被骇客在网路上兜售 立委问内政部长怎么防却得到这种答案 你怎么样子确保我们国人的个资的安全吗 用它是最高规定的 那都是空话吗 你问的可能才是空话 什么叫我问的是空话 你问的完全我不知道我怎么回答 因为你问的问题没有对 没有选择啦 你绝对是用国家最高的治安规 民众纳闷如果有最高治安规格护证资料 是怎么被盗走 但大官不止嚣张呛立委 在国会中他不想再被质询 当场甩头走下去 今天宪法上面就规定我有咨询权 你有备询权 在备询的义务 在我整个咨询的过程当中没有结束之前 你没有资格下去 网友看到制恶木炸锅炮轰大官 你以为立法院是立法院吗 还是当酒店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这更小当时有去啊 你这什么态度啊 你以为你就是皇帝清点的部会首长 大官在面对蓝绿都超嚣张 民企党败选后真的有在检讨吗 有名嘴讽刺不该再要蔡英文认错 苏贞昌下台 你们为什么要叫苏贞昌下台呢 你们不是觉得苏贞昌做得很烂吗 做得很烂就继续做啊 苏贞昌不能换继续做 就做到2024 然后跟蔡总统一起进入历史的山洞 当长官态度这样小弟有样学样 民企党败选后这检讨还真像样 记者谢宏如陈一龙 SNG小组台北报道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 VM EVM C